新聞收集關心在庫年再加義在台大陸上 加義在台西警察的案件 加以加義電影院依照的思覺失調症 來打第3位嫌犯沒多 裁定50萬的告報 但是第3位嫌犯的家修不只來辦告報 以及好行也看不太少 加義地減數就是相當不穩 兩次來提出的控告 今有台南加分議再次發回加義電影院的警察 市場保釋金提供到100萬 當時判定畢哥在在裁定生效後 後的24小時之內要急時來提示 如果在判定時間之內 沒辦法來記報就失去考慮 將會繼續來修 將保釋金提供到心台票100萬 並陷入海底生效只要24小時交流 那是在判定時間內 不能記報將會去考慮 將會繼續記了 如果期間之內不聚保的話 聚保施其效力仍然繼續積壓 這些地獎市共調 如果是比哥在限期來告報 地獎市將會依照行發訴訟法第456條規定 馬上將比哥送往便宜應售 這項甘好出分 以建格環境社會安全方向望 也要引起人民共怕 確保社會安全 所以這項甘好 謝謝大家 不得